Today's online is info on how to check your food at home 今集食的迷胎我們來到 草光環 話說看到網上有知名討論區就說 草光環有很多好東西要吃 對呀所以這裡超級多的小店都很吸引 我們又想到食的迷胎 好像未來到這一區 於是我們就來這裡匯一匯一些好東西 好,來個握口號 今次來到土瓜華 一條大地路不想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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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應該要吃炸芫草賣 不是,不是 我們就來到土瓜華這一間 日星小吃 其實上網也看到 超多人介紹這一間的 芫草餅 是狗菜餅 不是,它也有芫草餅 還有芫草燒賣 就帶了我們的關注主板主過來 不要緊的 我怎麼都會讓它嘗試試吃 我相信 人家每天新鮮製作都會非常好吃 我們試試猜 猜什麼 如果你贏了就吃芫草燒賣 我贏了就吃芫草餅 超多炸食 很開心 你要不要吃芫草燒賣 不要,我們試了韭菜餅 超足料 乾杯 很棒 它煎到已經是金黃色 而且它的皮很薄 我每次在你說話之前 我已經去吃芫草燒賣 而且它有好處 我覺得它的調味不算太鹹 它是暖淡的韭菜餅 而且它裡面的韭菜 跟坊間有一點不同 因為坊間是會生一點的 這個是會熟一點的 我覺得生一點的韭菜味就會再出一點 但這隻我會喜歡 它這個韭菜餅 韭菜和肉的比例 有九一的比例 它是多菜少肉的類型 剛剛跟老闆再求證 它就說是200的比例 所以相對來說就沒有那麼鹹 它是熟過普通坊間吃的那隻 這間店是之前頂手回來的 我自己就在2018年12月的時候開始做 到現今為止 做了大約四年左右 譬如韭菜餅 或者是芫荽燒賣 甚至芫荽餅 咖喱薯仔餅 都是自己親手做 所以其實你在市面上 很難找到相類似的產品 主打都是我姐姐和媽媽幫忙 每天去做那些韭菜餅 我們這間店每天都是收12點 全部東西都是立刻煎 拿上手保持熱度 就立刻吃 首先是蒸素完 也會先放涼 吹乾了表面的水分 我們才拿進去煎鍋上面煎 確保外脆內軟 接著我們怎樣都要打大佬 打這個芫荽燒賣大佬 這個芫荽燒賣炸出來真的超美的 我先試一下 這個有很多 這個芫荽味真的很好吃 這芫荽味真的很好吃 很濃 吃這個吧 我不逼你吃一口 芫荽味真的超香 你現在覺得很香 你現在覺得很濃 不 它很濃的芫荽味 是淡淡的芫荽味 因為它這個芫荽是會生一點 這個韭菜餅的韭菜是熟一點的 但是芫荽就是生的時候 那種香味是比較出一點的 我都吃過方家的芫荽燒賣 都沒有這個做得那麼出味 本來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有一幫網友叫我們做這個芫荽餅 那整整一下就嘗試做芫荽燒賣 因為其實有很多客人 就喜歡吃炸的燒賣 那我們想到就把這個餡包到燒賣 那反應也是不錯的 然後我們就吃這個炸豆泡釀魚肉 這是我最期待的 超脆 很好吃 這個給100分 我喜歡的 對 沒錯 雖然只是一些很少的小食 這個出色 但是它的炸豆泡炸得超脆 超好吃 如果這個有酸甜醬 泰式那種 就真的是完美 但是這個炸得脆 剛剛好 又有一點濕潤的效果 我們現在就來到 土瓜灣街坊必推的魚麵幫 我們就叫了 南乳雞球撈粥 還有這個豬頸玉米 先試一試這個雞球撈粥 因為是所有街坊都炸的雞球 然後混合這個南乳汁 就是完美天衣無好 配搭 先試一試 很香南乳味 它的醬汁很濃 雖然是濃 但你會不自覺很想吃 再飲 我覺得它濃得不太鹹 我知道 很醜 真心 它的雞其實已經炸得很脆口 而且完全沒有炸粉的感覺 裡面的雞肉還可以切得到 很嫩 而且很滑 雞皮已經炸到 已經沒有什麼脂肪留下 所以一點也不油膩的感覺 我覺得它這個南乳醬 是一定要加進去 如果不加進去 整個麵是會失色了 這個本身吃雞球 就是平淡一點的味道 就是配上這個南乳醬就好吃 是一定要加這個南乳醬 否則你就會沒有了這個精髓 我覺得用拌麵 其實會比湯麵 你說過雞球配? 嗯 但我看到旁邊叫了湯麵線 配雞球 他們的雞球就是靈賞的 所以應該可以保留到 脆脆脆脆脆脆 嗯 我覺得這個樣子有點不同 很痛 Cheers 豬頸肉麵線 嘗嘗 但它的豬頸肉肥瘦OK 應該吃豬頸肉 嗯 果然如我所想 那兩個字 一半 寶花環街坊是非常喜歡這間店 我很怕一陣子 你寶花環街坊 這個真的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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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就 我知道 你知不知道這些人說 一般 可不可以這麼淡 一般的時候就說媽媽的味道 這個是媽媽的味道 這個住街味大毛 我真的太淡 做人 先吃雪菜肉枝米 對 這個 超級不雪菜肉枝米 它是雪菜肉枝米 那肉絲就變了豬頸肉 為什麼我沒吃飯 你怎麼說是雪菜湯米 它是不是所有米線都是 雪菜肉 因為它沒有寫的 就是將你平日早餐吃雪菜肉枝米 變了雪菜豬頸肉米 吃屎 不是 我在那裡 不是 不是 蘸蟑螂 是 十件的 食屎店 我今次覺得可以嗎 可以的 真的 我們不要生氣 起碼這次 我很害怕 其實當日和事後 我們都聯絡了店 問他們做不做訪問 不過店員就說老闆不在場 所以就做不到了 同時我們都有留下聯絡方法 希望可以得到他們回應 但是截稿之前都還沒有回覆 對於我們見到有小昆蟲 店員就在電話回覆 就說 餐廳每星期都會做全店消毒 當日只是個別事件 Yeah 我們又來到cafe 大家吃甜品 我們首先叫了四樣東西 我這個就是 魚字抹茶梳打 這個就是 青瓜辣椅 還有開心果曲奇 黑芝麻霸 像蛋糕 很棒 對 這裡全部的東西都比較特別 對 我也覺得很特別 剛才聽說 抹茶的一個 你會覺得好像沒什麼特別 但是它的底部是用了 土土的一個 乾杯 好 很新的青瓜味 我是 我這個特別的地方 是抹茶跟 Pitch Base 原來真的出奇地交 你可以一口 可以喝到抹茶 又可以喝到水蜜桃味 但是 你又不會覺得很胃 你可以 試一下 它會有一點像是有果香的 果茶的感覺 但是它是更加濃的 除了這個Pitch Base 其實它還可以選擇Honey Base 所以看看大家喜歡果香 還是一種清貼的感覺 你試不試喝這個 想呀 青瓜拉提 其實我本身 就一般的青瓜 它聞起來也有青瓜味 對 但是其實喝下去 就跟你喝咖啡 有拉提的感覺 是差不多 但是多了一陣 很清新 很清新的青瓜味 其實它那個青瓜味 是 苦思感 在想 我覺得是青瓜味 加入它是沒有不合 是出奇地 是會覺得混合的 它令到本身 咖啡那種烘焙的味道 淡了 它令到咖啡那種烘焙的苦 或者那個焦香 沒有那麼多的 令到它 我們店鋪大概開了半年至八個月左右 其實我們的標誌是有青瓜拉提 凍仔青瓜梳打咖啡 這個想法也是源自我們老闆娘 覺得跟我們自己本身 我們的House Blender 是挺合的 因為我們的House Blender 主要都是偏中至深烘焙 其實它的Nutty的味道 跟青瓜合起來 其實是一個很清新的感覺 所以很多客人來都會喝我們這個Signature Drink 本身我們是用了這個小生園的抹茶去做 而且這個混合比較少 很香的蜜桃香 再配上綠茶 其實是一個挺特別的 挺適合夏天去喝的飲品 好 這是一個火炸了的黑芝麻巴士蛋糕 乾杯 各樣都乾杯 我告訴大家 所有人來到這間店 什麼都不用想 先點了這個 這個火炸真的很有趣 不用想 現在來就先點了這個 不過想說這個火炸 平時是吃火炸三文魚壽司的 苦苦的 有一點入口的感覺 再加上這個黑芝麻 是出奇地非常合格的 而且上面應該是加了一點焦糖 所以明明它上面有脆皮的感覺 黑芝麻本來就跟這個火炸 這個燒焦了的味道很合格 它的皮是本部了黑芝麻 其實你吃到每一口 你除了裡面有一個很軟的流心蛋糕之外 其實上面那一粒粒的芝麻發揮到作用 會令整個蛋糕的口感和黑芝麻的味道都昇華了 你問我最棒的不是下面的蛋糕 在上面這一盒 配合一起吃 一定要配合 而且它整個蛋糕都是軟心的 這個我應該要這樣切 它會不會爆汁的? 切了就會知道 這個是開心果的 它是不會爆汁的 其實我看到這間店 開心果好像很有名 它上面這個我剛才聽到它是用creme cheese 中間的醬 它這個曲奇也是偏味式曲奇的 軟軟軟軟的 對軟軟的 但我喜歡它外面很脆 裡面是軟心 然後就可以一口切的時候 就可以吃光兩種口感 而且它應該是一個減甜的味色曲奇 因為不太甜 味色曲奇 其實真的甜到糖尿 但其實它的開心果味 不算好 是不是 剛剛真的有細味了一下 我覺得是下面那種creme cheese 但你問開心果 就真的不太吃得出 creme cheese 主要是由老闆和同事去做的 每天都會有新鮮 和平時都會推出不同的口味 我們會期間限定一些 例如日本的甜薯 又或者南瓜味等等 最近煮一個最興趣的 可能就是一個火石的 黑芝麻巴斯克 因為我們會把黑芝麻 再加一些糖 用火槍去燒 它燒完之後 它就會好像在吃日本的壽司 它上面就會有一個外脆 再加上我們這麼creamy 和這麼濃的芝麻 感覺是外脆內軟的 所以是挺香厚的 開心果的忌廉獅子 因為它是用了一些忌廉 和一些開心果醬去做出來的 其實因為它和cream cheese 都有一點混在一起 如果你說真的再想吃 出一點的開心果味道 我們就建議可以吃 開心果軟的芝士蛋糕 開心果的味道會比較突出一點 Wuby 先不要吃東西 吃之前噴一下手和餐具 OK 噴一下 嘩 有多香 對 這個是天然的配方 所以它用得很放心 好 繼續 可以吃東西 我想說 好像吃不肥是沒有吃過串燒的 超棒 這個就是雞胸軟骨 哇 這個呢 雞胸軟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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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這個位置的骨 所以它是呈三角形的 嘗嘗嘗 它是柔了少許雞肉的 因為它的雞胸軟骨 很脆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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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個脆脆脆的感覺 阿波美雞其實就是日本得道的名產 它們本身的雞的運動量很足 所以雞肉就會比較窄實 都是它們出名的 這裡是多些不同雞的部位可以吃到 但這些內臟呢 方向比較少 不過我看到這個雞胸軟骨 跟我的相中有一點不同 試一下 它有一點像湯的感覺 嗯 有一點像 它很有咬口 豬腸加鸚的混合 因為鸚腸就很軟 它不是一個蛋咬的東西 但它這個就是有鵪 有一個碗的質感 好 接著我們就試這個 免治雞肉盆配這個初生蛋 剛剛老闆他們就說 這個初生蛋是來自沖繩的一個農場 其實72小時就會來到香港這裡 所以是極新鮮的 對 超濃烈的 如果吃這個免治雞肉盆配這個初生蛋的時候 老闆他就建議是會拌勻的 我要蘸超多的蛋汁 嗯 好吃 它裡面加了一些洋蔥 嗯 來到它的口感比較濃烈 就是這個豚肉青葡萄 好像青葡萄豚肉 對 平日我們坊間就會用一些 青棵或放進去 綠筍 對 綠筍會比較多 嘗試一下 咦 好夾 超好吃 我喜歡這個多一點 嗯 好吃 好味 猜不到這個 嗯 原來燒了的葡萄是這樣的 味道 外面的豚肉燒得好 再加上青葡萄 口感很特別 因為蹄子是酸酸甜甜 嗯嗯嗯 再加上外面的豚肉燒 但是它烤完之後 它的蹄子是減了甜 但是它燒了之後 好像果香帶到肉香出來 而且感覺很開胃 所以我會想繼續吃下去 之後呢 就嘗試這個冬天才最好吃的白紙 白紙呢 其實就是魚的 蒸殘 對啦 就是那個魚 蒸殘 蒸狼 蒸殘 放蒸殘 你謀殺了很多魚 不可以這樣想的 我們感謝食物 多謝 那我們嘗試這個冬天的美食 吞蒸 我們忍氣吞蒸 它有很香的 魚味 還有它下面的醋 應該是柚子醋 嗯 然後它可以配合好味 嗯 令到它本身很魚 又不想要腥的 但是它會很出 你吃一些很新鮮的東西 譬如好像在吃吞拿魚 會有這種 腥腥 我不想要腥的 其實是有一股鮮味 它的質感有點像 豆腐味 是嗎 很滑很滑的 但是入口是漿口 我很努力在想的是什麼質感 我們餐廳在土瓜環開了一年多些 第一間店在太子一個後巷裡面 現在這一間呢 第二間店在土瓜環 我們選了一個商場店舖 地方會大了很多 還有座位多了很多 闊了很多 我們的串銷和坊間有什麼不同 就是日本串銷 其實傳統都會盡量用雞的不同部位 這件事我們都想秉承回那個串銷 我們絕對是不會用一些現成的串銷去做的 就是每一條的串銷 我們都是自己串 自己去加了師傅的醬汁 或者其他的調味 還有呢 日本串銷一定是由生燒到熟 在一直燒的期間 在上面去做調味的 最出名是吃 當然是雞肉類的串銷 一來我們想用日本的雞 因為日本的雞味是比較濃的 我們也都選過有很多不同的日本雞 那阿波美雞相對地 它的鮮嫩程度高一些 還有那些雞不是很大的隻 所以它的雞肉就會鮮嫩一些 我們自己的引丁的面致雞肉棒 首先我們有冬菇和洋蔥 通常都會放那些雞軟骨 我們就沒有的 是全雞肉來的 還有配了一個日本出生三天 就來到香港的初生蛋 點了雞汁來吃 所以蛋味也比較香濃 用青葡萄和豚肉去做這個串銷 主要是因為五花腩的肉 比較肥理感 重一點 油脂多一點 所以用了生果蔬菜類別的東西 就令到它可以解掉一些肥理感 白紙其實都真的有分時節的 香港比來說 最適合吃的月份 是由大約五月開始 去到秋季其實都差不多了 今集食禁食土瓜灣篇 完成 大家有沒有覺得今集我們兩個都漂亮了 知道為什麼嗎 知道為什麼 原因就是 攝影師來到土瓜灣 拍到我和傻條都好像仙女下飯 這句話很厲害 很厲害 很老套 很老人台 你說老套 還未出發力 回來 如果大家有任何地區 記得留言、分享和Like我們的影片 還要留言告訴我們想去哪裡 好像不對 總之想我們做些什麼都留言、分享 否則不理你 這個已經是要繼續去 是嗎 好啊 如果想看關於土瓜灣 除了食之外打卡 也可以去我的頻道看 然後去他的頻道看在哪裡 其他 我的頻道沒有東西看 我也不知道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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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捱了那一首歌 沒有 很漂亮 你沒有看 我呢 沒有 很漂亮 兩個都很漂亮 OK的 可以了 好假 謝謝你看米子 記得 comment share 和like我們的影片 還要按一下小鈴鐺